当地时间5月8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贝尔格莱德应邀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器旗夫人塔玛拉共同参观塞尔维亚国家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精品绘画展。 彭丽媛表示,塞尔维亚国家博物馆历史悠久,馆藏丰富,经典画作笔触细腻,情感充沛。 博物馆不仅是保护和展示文物的窗口,更是弘扬文明的殿堂,期待中赛双方加强文化交流合作,共同搭建文明对话的桥梁。 两国元首夫人共同观看了塞尔维亚妇女手工编织等传统技艺展示,并同她们亲切交流。 彭丽媛表示,塞尔维亚手工编织,技艺精湛,别具特色,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很好。